大家好 我是爱元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 元神 冰夕暴击物抗争力辅助罗沙利亚角色攻略 武器圣移物阵容搭配推荐 罗沙利亚是一位拥有暴击争力以及简物抗争力的-C辅助 同时可以作为队伍的主力输出使用 不过一般情况下辅助功能更加突出 罗沙利亚自身突破加的是攻击力加成 最多突破加的是-24%的攻击力加成 虽然突破创能会更好 但是攻击力也可以提升罗沙利亚的输出能力 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 伤维方面的话基础生命值90级 1.22万 防御力710 在私信决赛当中有的非常不错的生存能力 想要更加深入了解罗沙利亚先从天赋技能说起 普通攻击教会枪数 制度连续五段攻击 重击和大多数长江角色一样 向前突刺 普攻倍率呢 在目前刺星产生角色当中呢 排第一 如果是作为主c使用的话 推卸升高八级以上 但是一般情况下 做来补助的时候 普攻很帅 可不点 nice 元素战技向前帮点造成两次冰元素伤害 只有一段可以攻击到底人身后 解锁过了天赋1的时候 还可以增加12暴击率 但是无法攻击到较大体型敌人身后 也就无法加暴击率的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战技释放后呢 可以随机场两到三颗能量球 损快 根据高等元素论 罗沙利亚战技属于一座兵附着 一把情况可以让罗沙利亚打出 两段龙化伤害 还是比较不错的 元素爆发 罗沙利亚的核心技能 先手两段伤害 其次释放兵枪领域 持续造成伤害 每两秒造成一次伤害 0命总共是6段伤害嘛 解手2命共8段 冷却15秒 需要60点的量 解手固有天赋2呢 根据罗沙利亚的暴击率 给除自己 把队友觉得他增加15点暴击率 也就是满暴可以增加15点 如果固有天赋1加指下的话 只需要88暴击即可 除此之外呢 元素爆发还有另外一种玩法 从高处坠落 非常的炫酷 如果使用能当的话 还可以和鸽子贴贴 nice 接下来是阵容搭配推荐 罗沙利亚做一个主要 以兵器副C辅助为主的 可以搭配涌动 融化为主的阵容 第一个阵容 胡桃队 胡桃的固有天赋可以给 除了自己队伍 加暴击率 罗沙利亚可以给自己 加暴击率和全队 可以大大提升队伍的一个 整体暴击率 让你的队伍暴击 基本不再高血压 同时队伍的行秋华 罗沙利亚 还打小怪的时候 冻结可以限制行动 从而有时打出融化伤害 第二个队伍 优拉队 双兵提供不太稳定的 15暴击 以及自身 罗沙利亚最多家15暴击 以及满命罗沙利亚 减 反射10的5看 以及大大提升 整个队伍的回转能力 这个两个队伍的话 基本是罗沙利亚的一个热门配队选择了 第三个队伍 经典的点秋香队伍 在队伍当中 同样可以提供暴击率加成 以及打出融化 冻结多重反应 而且如果是满命网利亚 罗沙利亚可以携带攻击杯 重击也可以打出好几万的伤害 而且是一个比较容易 集齐的四星角色队伍 因为队伍当中没有雷属性角色 超载击飞 打流血狗也是非常薄素的一个选择 比较适合打深渊 而且经过测试呢 罗沙利亚大招是属于索命版的 可以看到在班尼特领域内 一跳伤害是9400的一个左右的伤害 班尼特大招结束之后 同样还是9400 到大提升罗沙利亚的整体输出 非常不错啊 而且呢 罗沙利亚在涌动队搭配神里 还可以让暴击的角色 第一的话 提供一个非常不错的增益效果 还有一定的后台伤害 不过整体的爆发伤害不是很高哦 罗沙利亚的命座总体来说 二命和六命为自变 二命可以延长大招的一个四秒 这一点的话 相邻四命植入内行 推荐至少二命开始培养吧 六命的话适合搭配物理角色 如果不搭配物理角色的话 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罗沙利亚呢 作为一个负C辅助为主的四星角色 武器首选 西风长枪 能够给自己或者队友 角色带来一个冲人 大大提升队伍的回转能力 其次的话决斗高暴击提供暴击增益也不错 鱼叉的话提升大多伤害 而冲人 史文治尔的话 是好国家队的选择 不仅有冲人 还有精通反应带来的伤害 伤心武器白银枪 胜萌星不错的选择 适合前机组C罗沙利亚过度使用 射雾方面的话 首选四动式给稳定 全队提供白的20的攻击力加成 射雾部位的话 选择冲人杀 攻击或者冰伤杯 头暴击暴伤 因为罗沙利亚是根据暴击提供争议的 所以暴击经济大约70以下会比较良好 冲人方面推荐个180左右即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罗沙利亚的一期 记得关注再走